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的建案每個設計 我們都是把它當成是 我們自己要住的房子來設計 這也是我們邱董他 一直以來一貫的一個中心思想 百利建設從成立到現在 已經經過了差不多有34個年頭了 這34年來隨著時代的更新 我們不是要做有價格的商品 而是要做有價值的作品 這30年來我們在很多個面向 我們都有嘗試著要去做創新跟突破 所以我們不管是在我們的建材 還是我們的工法上面 我們會一直去學習新的東西以外 甚至是我們的思維 我們也都不會落人其後 這個東西也反映在邱董 他在地段的選擇上面 周房了世界各國 他發現到一點 在一些特殊有非常優秀 獨一無二的地景 他的周邊房子 他的價值其實也是無可限量的 比方說像是山景 還是像海景 隨著時代慢慢的變遷 現在我們台灣現在大家也是開始了解到說 海景它的重要性 然後大家也開始爭相追求了 可是當初我們在這個部分 我們也是算是這個領域上面的一個先驅 在施工的部分 我們這次特別請到了永俊結構技師 來作為我們的特別監禮 我們的目的就是為了追求 我們要拿到耐政標章 耐政標章是一個內政部核發一個獎項跟一個標章認證 其實耐政標章它在要求上在很多一些建築工法 很多細節還是材料的使用上面 它完全都是以最高規格來去看待 在這個部分上面我們很有自信的說 我們在施工的部分的嚴謹程度 是絕對不亞於甚至是優於很多的公共工程的 高雄我們是第一個取得耐政標章的一個建築個案 我們也很高興說我們這個案子能夠再度取得金石獎 尤其是首獎的這樣的殊榮 過去公司的各個案子以來 幾乎府一推案我們的案子 都是會得到各個大大小小獎項的肯定 尤其是金石獎 對於我們而言也是一個對我們的肯定 這個部分我們也是很感激 這份有關的表現